披上紅色背心你沒看錯 這是要選立委的余美人 晚間迎接萬聖節到猛假夜市發糖果 左邊有台灣原神種爆貓石虎 右邊有眼球先生 一路上還遇到很多變裝民眾 選舉進入倒數階段 以無黨籍參選大小活動都得顧 找來主持13年節目的搭檔 一起掃接敗票 只是靠自己參選花費真的不少 自曝砸了千萬元投入選情 甚至賣掉一間房子了 我們是獨立參選人 所以資源有限這樣子 我們盡量在利用創意的方式 來把這個選戰打得漂亮 然後在有限的資源裡面 我們發揮最大的創意 賣豪宅補經費 與美人表達參選決心 只是以2024選舉來說 中選會有公布經費上限 以新北第一選區來看 競選金額上限為 1981萬9千元最高 而攤開過往資料 立委選舉花費 動輒2到3千萬 就連郭台銘副手賴佩霞 還曾經自曝 有人出5千萬要他選立委 因為他叫我選立委 然後有一天 我們就到台中的夜市那邊走 然後人家看到我就說 賴佩霞你好 然後他就說 你選立委太小看你了 你一定要選總統 按照我以前在公務機關的習慣 會做一個零基預算的原則 也就是募到多少才花多少 立委選舉怎麼花費 有人用公務來考量 也有人選擇賣房籌經費 只是對選民而言 想看到的還是證件 TVBS新聞李國正添加慶年宣 SC小組台北常有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